这个赵代表出名了,这个赵代表昨天提的议案 他叫赵婉平吧 一个白字,一个婉,那个白婉是不是就是安慧那个意思 怎么读这个字,还真的是白婉,赵婉平 昨天提的那个议案 讲的是,要学生在端午节以后考试,让学生们好好的过端午节 当然你说,还有其他的好处了 还凉快啊,什么,嗨呀 就是这个吧,这个赵代表,挺感人的,这个大思想家 今天提出来的呢,就是要定动物保护法 这个非常好,挺好挺好的 尊重生命,保护动物 这次那个中国大熊猫鸭鸭 鸭鸭呢,说这个受歧视 受虐待 不是你中国人,你着急啊 美国他有那个动物保护组织啊,就是这个 他也着急啊,他也天天生个半夜,他给他们打电话了,是吧 他还有那个24小时直播,天天让他盯着看 哎呦,蛇了,赶快打个电话 说他不开心了,赶快打个电话,是吧 他们有这个组织啊 但我觉得这里面呢,你依然还是有点这个 夜宫浩龙的那个味道,是吧 就是你成立动物保护组织,行,我成立,行不行 你说你那里啊 你你用纳税人的钱成立一个保护狗的协会 那我说我自己掏钱成立一个保护猫的协会 行不行 可能不行 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 说这些个假冒伪劣的这个协会什么的 要清除掉 大概有没有我说的这种保护猫的协会 我也不好说 但我我怀疑有 更甚至说你保护猫的,保护狗的 他成立一个保护人的,行不行 你这个都很困惑了吧 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困惑了,越来越头疼 所以说这个代表 你不管你提所谓的这个 端午节之后高考 这个议案 还是提所谓的保护动物的这个议案 这个绝对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而且长期思考的关注的话题 这个是个真问题的啊 这我不是说笑的不是个真问题 但你环境的变化 它可能变成真问题假问题 我们要放在全球的视角看 它是个真问题的 你那个动物 你那个端午节前后考考 那个不是个全球的真问题 放在全球看 那个高考都不是个真问题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吧 但它即便是个真问题 你又如何呀 所以说这些个代表 我也没有说强烈的批评 这些个代表的意思 它提什么问题 都是答案在风中飘 就是如此呗 不管是 是普世的问题 不管是个真问题 还是个假问题 答案都在风中飘 好